大家好,這次我們又回大灣區玩了,目的地就是珠海 試試月融莊集團旗下的珠海鳳凰灣月莊度假村 經過港珠澳大橋去到珠海大概需時45分鐘左右 然後再在關口那邊召車去酒店,再加20分鐘左右的車程 鳳凰灣月莊酒店的面積非常廉闊 有正門入口走到大堂都需要一段路程 酒店的報紙裝華園用大量的大自然元素 來瞞著一種令人心情愉悅的度假村氛圍 酒店大堂盡頭是一個三面華海的酒吧 這邊可以看到酒店的西域大樓泳池和私人沙灘 由於酒店佔地面積甚廣,由電梯大堂走到房都需要一兩分鐘的時間 酒店的客房沿著海岸線依山而見 客房的面積超過600呎,空間感十足 整體裝修設計都比較樸實自然 白色、米色、木色為主 營造一種由於置身於熱帶地區的度假村感覺 另外每間房都附置一個露台 外望一個一望無際的海景 房間的另一個賣點就是佔了房間差不多一半面積的浴室 湯門可以完全打開等你浸浴的時候 都是軟條露台外的海景 而且這個大型的浴缸真是打卡一流 淋浴間的位置都非常闊落 但你射的雙洗手盆設計都不失豪華的感覺 廁所是位於一個獨立的空間,還有另一個洗手盆 看完房間繼續和大家四周走走走 看看度假村周邊的環境 眼前看到就是一條沿著海邊已建的海濱長廊 這條海濱長廊延面不斷,由西向東走 一直可以去到另一個私人沙灘 而這個海濱長廊中間的位置就是一個打卡點 就是兩個位置於水池中央的圓形梳化位 不過當天天氣就不太好 如果有太陽的話影水應該挺漂亮的 沿著海濱長廊就是一條泳池河道 由酒店的西液一直流到酒店的東液部分 然後地上一層還有部分大平台的客房 推開路頭門就可以直接跳到泳池河道游泳 終於來到酒店的主泳池部分 總面積超過1700平方米 以熱帶雨林為主題,連接一個私人沙灘遠望珠海市徑 泳池適合於按摩浴池 水深比較淺的汽水區 以及一個大人時候都適合玩的常滑梯 玩到差不多有些口渴,泳池旁還有一些果汁 還有花茶給大家免費享用 如果天氣好的話,游下水曬太陽應該都挺寫意的 離開這個泳池,我們繼續向東面走 就會去到其他的娛樂康樂設施部分 包括酒店的健身室 健身室的室內設計 繼續沿用一種南亞設計風情 健身室的設備,器械非常齊全 不論是跑步機,各種類型的重量訓練器械都應有 健身室的旁邊就是酒店的水療中心 不過這次泳池和喬身室都已經夠玩了 未有機會試一下它的SPA 旁邊有一個小型的卡車場 外連一條室外的賽道 應該都真是夠玩的 旁邊還有一個小朋友的遊樂設施 玩到差不多來到夜晚 度假村的感覺跟日太有點不同 這個酒吧比起日休的時候 夜晚的氣氛更加特別 今晚的晚餐就試一下酒店的泰菜 米宴 環境都幾乎樂,坐得挺舒服的 這個陣送的蝦片都挺好吃 香脆可口 前菜點了一份鮮蝦八合豆子棧 那他皮都比較薄,承載著滿滿的柚子 柚子都挺香甜的 蝦肉就少了一點 另外這個前菜就是青木瓜沙律 材料挺新鮮的,不過份量就少了一點 然後就是一份薯肉生菜包 這個生菜包的餡料泡製方法就有點中式 不過也挺香口,挺好吃的 主菜點了一份青咖哩雞 這個青咖哩雞就比較正宗 跟平時去開泰式餐廳吃的差不多 咖哩的濃度都十足,質地很香滑 另外一個豬菜就是甘編粉 這個相對上擺盤就好一點 甘編粉包了一層薄薄的蛋 然後甘編粉也炒得不錯,和氣十足 訂房的時候跟酒店說說慶祝生日 所以酒店也預備了一個蛋糕 是一個大約一磅左右的巧克力烏士蛋糕 吃飽了,當然要善用下間房間的大肉乾 蒸肉,今晚就會好好睡 來到第二組,和大家看看早餐有什麼好吃 各式各樣的pastry,花款也有盡有 不論是西式的糕點,還是中式的麵包 都一應俱全 不過賣上可以,味道就過煲通通了 這邊有些健康點的選擇 各式各樣的沙律 沙律菜都有四款,而且有不同的芝士 和其他配料可以選擇 當中最好吃就是這個沙文丸黎麥車的沙律 除了沙律之外,也有各式各樣的水果 種類也不少 另外還有兩款鮮澤果汁 哈馬瓜汁和西瓜汁 哈馬瓜汁挺好喝的 旁邊還有一些乳酪和塗膠 另外也有各式各樣的焗類早餐和肝果 可以配搭牛奶和豆漿 還有幾款不同的果汁 比較特別,早餐既然有壽司 不過看起來真的好像不一般 歐陸式的早餐有香腸、煙肉、薯角等等 這些都是基本科食 也有一個X Station 可以訂購不同的煎蛋、炒蛋等等 這邊有些油炸鬼、炸雞和薯餅 中式蒸鹼就不太吸引了 只有包,沒有燒賣蝦餅 然後這個蒸水蛋也蒸得挺香滑、挺好吃的 不夠飽,這邊還可以訂購一碗粉麵 做的來說,早餐還算可以 沒什麼特別表現有很大的驚喜 算是基本上交足功夫 吃飽了之後可以在泳池邊休息一下游泳 所以就差不多要查看 這次我們星期五晚入住的房間 連上早餐總價是港幣1200元左右 至於晚餐用了美團優惠券 就總共用了550元 兩夜連上兩餐消費總價是港幣1750元左右 晚餐的消費水平真的貴了一點 不過如果在不需要請假假的情況 又不需要搭飛機的情況之下 可以一個類似去了泰國度假村的度假體驗 純粹一個weekend getaway都不錯的 當然啦,如果你是星期一至四來的話 房價會再便宜一點 最後希望大家喜歡這一集的分享 記得點贊、訂閱、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們在下一集的內容再見 拜拜